大家好 請問兩位獎師把我的名字跟我要介紹的東西都講完了 那我可能換一個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還是回頭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表現的名稱 超高像素密度顯示屏 那其實他就呼籲Ultra Fine Pitch 那為了做到這件事情呢 驅動艾奇就要做個高整合 那我們這邊在講超高像素密度 我們不是在講P1到P1.5這一塊 我們一律都是討厭 在考驗大家 還有我們在討論都是P1.0以下的應用 那他將會是會面臨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 PC的免急 第二個 現在目前在做這些超高密度的顯示屏 都是在使用高航槽的架構 在高航槽的架構驅動下 其他問題又開始陸續又呈現 那今年 我們有新產品在大家外面也有看到 那可能他展示不是很清楚 那我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把這個產品上到大屏 讓大家更了解一下 NBA5359長什麼樣子 OK 他將會是我們鷹眼300 等於是我們鷹眼第三代的產品 他會承接一些應該有的表現 那我們看他今年多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 封裝體力小 他是一個BGA封裝 104隻腳 他的大小跟現在大家熟知的5353是一樣大的 所以 剛才我們黃總監其實已經提到 他將會是MicroD的第一個Solution 當然如果你要做現在 大家做S&T做比較習慣也可以應用 那至於說我們GG科技準備在前面 我們先把這樣的群眾架構先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新三高 那這當然不是講什麼高鞋啊高鞋這些事情 我們講的是產品特性 高整合沒錯 因為我們一律都是在討論P以下的東西 高灰度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們的展品 這是一顆真16倍的巨大IC 而且他做到了 他也呈現給大家看到 第三個在講高刷 高刷這一集其實講了很多次 曾經在閒進眼鏡的時候 大家都追求刷新率 可是我們今天不在探討說在全量上 我們在討論的是 在第一會的時候 為什麼 那這也是承接我去年在 一樣在這場合在講到的 我們注重的是畫面品質 因為在高灰度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刷新都可以 都可以達到 但是在第一會呢 沒錯 群眾電路要做一些特殊的處理 那大家我們也詳細介紹 第三個 那 模塊畫布局其實 很直覺 因為 因為封張體積變小 我們做了高整合 它的 驅動的電路 開始有些做改變 最後 這算是比較新的東西 過去的驅動RIC 在做偵測的時候呢 大陸多偵測已經死針的狀況 那 我們這一次做到的是 LD 它快失效的時候 可以透過驅動RIC的偵測 及時回報 那它又帶了什麼好處呢 這好處除了在使用者 連製造商都可以得到一些好處 那我們接下來 慢慢就會在每一張頭裡面 細細的把這個規格把它講清楚 OK 1N300就是我們NBI5359 前面兩張 兩個講師都已經介紹過 那我們先看一下 大家做的編長圖 這是最基本 大家可以看到驅動 顯示屏的驅動架構 它會有航掃MOS 底下會有一個 驅動RIC在底下 做定電流的控制 那NBI5359長什麼樣子 它整進去了 而且它更小 那它會帶來什麼好處呢 有些人覺得說 我全部放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堆積在一起了 我們有特殊的解法 我再往下看 OK 方向體積小 我們先看到 這個是我們在外面的demo版 左邊這邊看到 這個是一個P0.9的應用 你仔細看 它其實電路板後面 還有很多空間 意思是說什麼 我今天做P0.9 我還可以用 比較少的掃描架構 不需要說幾乎 我看到現在幾乎 我們在市場看得到 全部都走剛好掃 幾乎都20掃以上 20掃以上 20掃以上的問題 但是這是因為 現實環境所獲 必須這樣做 但是 新的NBI5359 可以讓你在高密度顯示屏 還有抵航少優勢 OK 大家看一下右邊 這是大概 目前市售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標準的一些解決方案 原則上電路板後面 已經放滿了驅動 IC 還有一些被動元件 那我們簡單從上面看一下 到底面積省了多少 我們看一個NBI5359 它大概只需要 因為旁邊還有設有電流 還有一些抗噪的電容 大概只需要10個米的 乘上10個米的佔的空間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目前市售最小的封裝 Q分24 大家也很熟 3個RGB 我們在電路板上面 礦一下 就會看到它需要8乘15米的面積 而且重點 還沒有算到MOS需要的面積 所以說在這種架構來說 我們面臨即將 大家開始追求點進去的極致 為什麼 因為大家想要看好看的畫面 再者 後面現在是MicroID的技術 大家都是 像我們董事長講的 至少100夾開始在做 我們不太可能用這種舊的方式 再去做這種超高像素顯示屏的架構 所以我們就延伸出來了 我們走了高整合 第一代的食物圈提供給大家 那方向體積小 其實除此以外 潛皮製造商其實也得到一些好處 我們先看傳統架構好了 原則上在大家右手邊這個是 傳統在做Layout的時候 LED的正極 然後副極、納粹 不管你點進去都長得一樣 最麻煩的其實在後面 布局工程師常常在 花非常多時間在做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在有限的空間 把所有的驅動器放進去 然後再找空間把線拉出來 那 在這種超小間距的顯示屏 一般布局工程師 可能要花個三個禮拜 在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都要再找空間 第二個 他有時候在找空間的過程中 必須要打非常多的倒洞孔 比較多的倒空洞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成本 還有各位的電路板供應商 陳述已經很多了 孔越多 對它的交期還有量率 都是一個挑戰 漸漸反映到就是 在做各位的採購成本 而且會發現 當你沒有做好布局的話 成本也降不下來 而且說實在的 在這種超密屏的架構下 你要再挑戰說把層數降低 已經不太可能了 因為電路板的面積幾乎都用完了 那 巡遊高整合加護有什麼好處 這個就是我們外面在展示的 那個 模塊的胳膊檔 如果我們有仔細說話 大家看左手邊這塊圖 你會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P3的Layout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P0.9 它需要9倍的功力才有辦法做到 那我們剛才在最前面 有講到模塊化 因為我們這是第一版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每一個驅動IC 拉出來的信息是很像的 所以你經過一次優化 基本上你可以去複製你的Layout方式 而且它非常整齊 整齊的好處是什麼 工程師不容易出錯 快速的可以檢查 導空的減少 PP製作良率提升 然後快速的開發你的產品 這就是高整的帶來給大家 顯面上的一個好處 我們回到一些畫面品質的 我們在討論的事情 OK 我們剛才講到高整合之後 它驅動架構會長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模塊的正面的圖像 那我用紅色的虛線把它晃出來 每一塊就由一顆NBI 5359去控制 所以呢 它在前面給工程師 有一個模塊化布局速度快 規則 然後檢疫好檢查錯誤 接下來 對於顯皮特上來說 它高對比的問題 減少到非常非常的小 為什麼 因為從布局上來看 我的航掃開關這條連線 它再也不會連在一起 因為驅動IC只會控制 我們看到這個虛線這一塊 所以說呢 在高度比干擾 在驅動IC的解法 它只要解到隔壁就可以了 那在過去呢 只要一定的量快一進來的時候 整塊模塊都要去解決 高度比干擾問題 而且有時候非常難處理 因為每個人的 布局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間接信息也提供這好處 也提升 第一個 像素密度的提升 畫質變好 第二個 它的對比性也比較強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是一個 實體上就是一個 16bit的虛動IC 所以我們在 很直覺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打揮機的時候 它可以拖得更長 那我們在低揮又有特別去處理 所以它 大家在這種 高時這種狀況下 其實最容易面對就是 跳揮問題 那 跳揮問題也會影響到 你畫面的呈現 因為我們在低揮這邊有加強 除了 灰度有表現比較好之後 對比拉上 我們再看 這種畫面其實沒得好看了 我們看一個實體好了 有些人會問我說這圖要怎麼看 對比好要怎麼看 其實很簡單 往黑的地方看 因為這對比度不是很好顯示屏的 常常就會看到 你該黑的地方會被引亮 所以呢 從這圖像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看眼睛的部分 眼影 本來應該比較暗的地方 因為去中環系 在低揮的時候 沒辦法呈現 它就直接往高揮走的時候 所以你眼影 最容易觀察說 你的顯示屏對比好不好 你的揮機會夠不夠的地方 那我們外面還有其他一些圖像 那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延到揮揮機會 我還可以做一個參考 原則上呢 在處理低揮來說 如果說你直接數學下去除的時候 你去中環系沒有做一些補償 原則上低揮 刷新不足的問題 馬上就出現 尤其又像這種 16bit資料量比較大的去中環系 我們承襲了 音源平台的特性 我們一樣做到 在低揮有高刷的特性給大家 那這邊就是一個展示 就是說 讓使用者看到說 如果低揮刷新不足的時候 會有什麼狀況 就會看到有些回接其實簡單說 同一列下來的回接其實它不是很連續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低揮刷新不足的狀況 好 這個也是我們GC科技花了一些時間 跟風箱廠 跟芯片廠討論出來的一些 有些LED失效前的一些模式 常常我們在做偵測的時候 LED已經失效了 而且有時候客戶看到 它很生氣 那有沒有辦法做到在失效之前呢 是有的沒錯 是有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開蓋後LED 這是一個1010的 原則上在標準的顯訊營來說 你沒有做一些特殊的去做偵測 它是正常的 而且如果再小一點間距 你還看不出來它有 它已經失效了 因為它是快失效之前 所以在高香素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用肉類去觀察 有時候 一些工程師的疏失 你會看不到這一點即將要失效 那如果我們把它點起來 你就會看到它就長這樣 它在LED表面的ITO 它的分布不會很均勻 但是你的區段在吸電電流抽載的時候 它還是抽載到電流 那它就會長這樣 那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什麼 顯瓶商在製作的時候 的確確實燒機 燒到剛好要失效之前的時候 交到你的客戶 你的客戶在點一段時間的時候 LED就死燈了 那就會造成一些無謂爭議 所以呢在顯瓶商 你們做完燒機之後 就可以做一次性的偵測 第一個除了偵測出來說 已經壞點 同時也可以偵測出 僵要壞點的LED燈 那我在安倍說 我們這邊已經在申請專利 那 未來一些使用者可以試試看 這個新的一個應用 那可以提升你們出貨的一個品質 好 點間際越來越小 不像以往可能P2 P2.5、P3、P1.5 勉勉強強在壞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肉眼請功能去查 但是常常一些有功能性的區段IC 它會把壞點埋住 那我們白花點來看的話 這就是叫不量的紅毛蟲嘛 那的確有一些客戶已經反映說 OK 我 我要怎麼修 我相信現在在做我們一些親愛的客戶 也碰到有問題 這個怎麼修 老實說沒有辦法 我用看位他們出來 那怎麼辦 那只能透過驅動IC的偵測 他透過控制器告訴你 哪一個抹懷 哪一條 哪一行 哪一列的LED 它的確壞掉 然後進行維修 那這也是在最後 各位鮮品製造商 我們親愛的客戶 可以更省時間的做維修 而不用說 有種人去看 有種人去看 有種人去看會有個問題喔 因為工程師看久 他眼睛也會很累 而且 時間久了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工業傷害 所以呢 這個功能可以讓製造商快速的點檢 快速的維修 找到有一定快點的位置 好 智能解電模式 我們今天在外面有展那個 音樂200系列 那 這音樂300系列 一樣承襲了智能解電模式 而且他做得更好 因為他的架構 大家有發現嗎 他控制了一個特定的區域 其中包括了驅動IC 還有 不要忘記了 我們航掃摩斯館也在裡頭 所以當他知道說 這個區域沒有畫面的時候 他整個關掉 他的表現有本現行 音樂200 效果還要好 所以他 他的那個 節能達成縣率至少都 百分之 可以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好 好 到最後了 我們做一個小結 那原則上 我們這一代的產品呢 我們大概可以分到兩個面向 從製造商的角度 他會得到什麼好處 另外一個像對用戶 像我們的Blue Water Tag 他們也會得到一些好處 那我們一續來看嘛 製造商來說 在這個競爭的環境下 常常我們需要改變點間距 重新設計你的顯示屏 做一些微調 過去的架構在PCB後面兩層 做布局的時候 花了非常多時間 因為你要找空間 而且在PE以下 根本不太可能 因為有時候方案去 基本上就定式 那種新的解決方案 可以讓工程師在布局的時候 效率更快 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已經不在談PE以上的解決方案 直接就是討論在PE以下 而且如果大家數學算得出來的話 其實真的敢用的話 它可以直接做到0.6 那詳細一些規格細節 就是隨時關注我們網站 我們會把一些技術規則 把它放到上面 第三個 這對於顯品商來說 燒機是必備的 除非有人不著急 燒機完維修 也是現在的標準程序 但是沒有人可以做到 我提早一些維修 一些從封裝廠 沒有測到一些 比較稍微有點問題的驅動芯片 然後在最後出貨燒機後 做一個重新點檢的工作 好 這對顯品商來說 那對用戶呢 我們 對Redu的提升 除了G2IC的特性以外 同時是因為這種應用 全部都是PE以下 它的相處點更多 畫面更細緻 然後呢 因為它的高整合 讓高度比干擾 又大幅度的降低 然後再加上它16比特 所以呢 用戶就會有一個很直覺的 畫面整體 除了畫質 還有那個解析度 往上提的一個用戶體驗 第二個就是 如果最後的使用者 你在錄獲檢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用一個按鈕去點檢說 我這塊屏是否有一些快 快壞掉的LED燈 而且如果你原本的供應上 有做這個動作 原則上 你不會收到你的顯示屏上面 有一些即將要壞掉的LED 所以 品質的提升是絕對的 最後一點 我們在應用三板做得更好 是因為高整合 我們除了把驅動芯片關掉之外 航掃MOS 我們一起進入節電模式 所以呢 它的閃電又可以做進一步的 就我們做更多了 那我想 基於這兩方面 我們雖然把整個架構都改變了 我們提供除了最後的使用者之外 我們同時也照顧到我們現在在座的 各位的我們親愛的客戶 那就先謝謝大家 我簡單的介紹我的NBI53或9到9 好 謝謝各位 FREDDY 給你一個座椅 我有很多問題 當然 所以你看到MOS 有什麼關鍵 你有沒有關鍵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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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主要是在前面的設計。 你會提醒你的客戶如何設計的PCB? 當然,我們會提供的管理, 你需要提供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的客戶。 再次質問,熱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是RDS-ON 如何是RDS-ON,RESISTANCE? 是的,因為它是很適合的,我們知道RDS-ON是一件事 所以我們嘗試做最低的問題 作為一個困難的客戶,我問你 如何是RDS-ON,RESISTANCE,RDS-ON 如何是RDS-ON,RESISTANCE,RDS-ON 和RESISTANCE,RDS-ON 在之前設計,RDS-ON 基本上是RDS-ON,RESISTANCE 100M-OHM,RESISTANCE 但通常你的電源是大量的電源 但是這個電源是非常小 所以它的電源是低的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喔,好 OK,我詳細一下 那我們的好朋友 等他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在過去我們想要開發高整合 高整合大家就覺得說 你把所有的都集結在一起了 那怎麼去解決 那他就 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其實在過去來說 很多 航草MOS的RDS-ON 通常都會在100M-OHM 但是以前來說 是可能會乘上1mA或2mA 因為它的待載點數會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種全新的架構 鍵上它待載的就只有 16顆而已 因為我們剛才有 有有有 那實在有講到 它控制特定的點間距 所以它在航掃只有帶載 16點 16點的RGB 然後呢 32小是分開的 所以 我即使做到比較 就一樣的RDS-ON 它沉起來的電子 它的熱氣比較少 而且它也是分開的 在過去來說 因為 這種 再乘上去 每一點 它可能乘上1.2mA 1.2mA 然後再乘上100mA 然後都會集中在某個特性區域 現在我們就把 每一個都把它做得小 所以它乘起來也是很小 要再分散到各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 它產生的都是比較少的 那大概就是 我們剛才跟Fountain這邊討論的 翻譯給大家 阿们